湯房 湯大一點 湯小一點 三個人大一點 兩個人小一點 中間不知怎樣 那裏不是左輪右利 是屋裏面的左輪右利的關係 不知道怎樣處理 好了 但其實呢 世上我們還應該去講講 在這個時候的前前後後 其實是有些類似早期政府那種做法的發生了 就是給一些開拔費 開拔費給一些NGO 或者一些不是NGO的 不是NGO 即是一些non-profit-making的 有些都是有少許profit-making的organization 去做一些公共房屋 其實如果計算一條數 最早應該是香港無牌獄議會 1950年就成立了 那它應該是一千零一件的作品就是《無牌川》 今天呢 你要看這個文物很容易的 就是搭地鐵去則如沖站私出口 在木飯里那裏呢 那個程車場的位置呢 那些矮那幾座呢 就是原裝第一代的木飯村 那麽高那兩座 向著大酒店那兩座呢 就是後來重建了的 那現在你看到一個大招牌 有一個大logo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香港防衛會 那就是後來歸了防衛會 那這個是50年呢 那51年呢 有一個另外一個 今天仍然活著的組織 就是香港火協會 那這個呢 其實那個 它那個起點應該再早過 無牌獲會 但是它成立 正式註冊在那51年 那民政府拿了地 就在都很近這個石劍尾位置 就在今天的巴巴隆財務處 就是現在叫做斯特凡那學院的對面 那有一個叫做樂年花園的屋苑 這個屋苑的前身呢 就叫上里屋 就是防協的第一代的產品 1952年已經起好了 那正正式式呢 就在石劍尾之前呢 應該是1952年上里屋 才是第一代的公共房屋的 因為這個模範村 就比石劍尾剛剛稍遲些 所以就比石劍尾走上來 那同時也都 也因為以前有大火 除了政府要解決問題 還有另外引起兩幫人的注意 一幫都幾富貴的 就是香港平民屋如有的公司 那間叫做香港平民 澳洲公司 但是老闆全部都不是平民來的 他的主席就是李國寶 東馬是大湖 還有四叔等等 他們後來在五年成立 就民政府拿到特地 就是在今天的大坑西 這個都變成一個歷史的原案 都不知道怎麼解決的 早前去年還引起一個很大爭議 在那裡應該重建 怎麼搞等等 這些我們待會再講 還有一個叫做 香港經濟屋宇會的 這個都幾奇怪的組織來的 在那裡搞什麼呢 這些全部都租的 像剛才講的那些 香港經濟屋宇會是賣的 其實就是居屋的前身來的 後來居屋的想法在那裡搞出來的 就是在大閣嘴 大閣嘴那裡就是今天的 什麼鬼大閣嘴 現在叫做縱鹽花園的位置 就是在剛剛你在那個叫金融閣魚館 那邊天橋就集下去的那個位置 原來的地方就是這個項目來的 那時候因為是那個兩雄年代 也都是政府撥了一塊地 給他做這件事 那間屋苑後來叫做葛亮蒙夫人新村 那是幾過癮的 後來就因為要建西九這一項 政府收回來 那部分就拆了來建路 剩下的就送了給學業 學業就把它改了 就建了一個縱鹽花園 那這四個東西其實就跟這個 石結尾在同時期前前後後發生 就是說包括石結尾在內 那時候整個香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對房屋的需要 大過今天 今天真的很大 但是那時候是大到不得了 那是相當程度上政府也將這個石結尾 就是鎖定為公共房屋的起點也是正確的 因為這個正正式式就是政府銀錢 逐個斗鈴都是政府給的 去做一個給市民住的一個房屋 那這一件事其實就 也都因為這樣 是改變了整個香港的社會發展的 那原因就是 石結尾大火之後建的第一代的 在石結尾的那些洗字區 是非常之成功的 但是成功是不會不成功的 因為你住在鐵皮屋 摩哥爛屋 現在撞進去一個 就是熊尼石市 有一個燈頭的 一個燈頭 是一個的 那它分房間拉去兩接線 兩個燈頭 那中間就有一些公共衛生設施 我們看看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是非常之精彩的 就是現在建築師應該看看 這些簡約的方法 那這個就叫Action 現在你還可以見得到 美學樓都是這樣的 那HEC就是一個長的block 再加另一個 中間再找一個小的 就是中間接著 那就 那想法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要安置他們 所以這些是真的 一格一格 那你看到呢 就外面這個是走廊 所以很通暢的 那這一格就是門 進去就是120呎 第一代是120呎 後來有些200呎 大一些的 那這個單位呢 如果大家去過呢 就是現在我們去回美學樓呢 有回阿丁總搞的那個Gallery 就看到圓 就是描述原來那個樣貌的 是怎樣一個尺寸 是原裝逐尺度 度回當時出來的 那這個最慣呢 就是前後呢 是通風的 因為有幾個洞在那裡 在那個牆上面呢 上隔床 有幾個洞在那裡 你可以跟隔離 隔離那個 不知道那個什麼人 都知道 當時都有一些很驚訝的 就是不知道你隔離 躺在隔離那裡 是誰的 有一個對子仔給他聊天 好了 最棒呢 就是這麼多個 兩個隔著中間那個 要做什麼呢 據說那些 structural engineer 就說 其實他用在中間那裡做力 頂著這兩盪單是不要黏的 是吧 因為呢 起的時候呢 好像都沒有什麼打樁 就起的了 就來的了 找這個東西 扔著它 讓它站得穩 所以美河 後來 從 叫做 抹化的時候 就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中間這塊東西 很不行 結果是拆了中間 這個 這個 很短的位 起回一塊新的 因為如果拆了這個不起 這兩塊東西是站不穩的 就頂著它 這個要做什麼呢 大家看到了 廁所 1 2 3 4 5 6 夠多了 你可以脫開它 每天每天都有15分鐘的 我們計個數 當然誰輪到早班 誰晚班 這樣 這個 有一個叫做 洗澡的地方 浴室在這裡 都有幾格的 這樣 最後 這個公共空間 是特別的 大家看到 很多公共空間 當時 現在我們社會 經常覺得 公共空間 被不同的勢力 霸制或者阻礙 當時是很公共的 因為要照顧快靚正 所以只能夠在這些位置 中間做衛生的設施 水喉 去水 全部都在這裡 換句話說這些地方 全部沒有來水去水位 如果大家想一想就知道 真的 如果這樣做快很多 還有最近發生的事情 就明白 你處理原水 減輕原水的影響就是 所以當時其實是很聰明的 只有幾個拿水的位置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有兩個拿水的位置 整座街坊受原水的影響就會少了 你不會太過懶悟一些水 那時候 為什麼那次 這麼少懷念呢 因為每個人都擔著衣服 拿著菜 洗菜洗衣服 淪水 這樣 搓了口角 竟然還沒有 整整一下就 都不要搞了 不如聊聊聊天 麻雀算 所以變了一個這樣的狀態 好了 這裡就 看看片 我片段看 這個就是 大戰裏裡面的 其中一種的形態 這個都應該是真的 當時就 家居三寶之一 就是這個四桶櫃 當然要有一個這樣的四桶櫃 你才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這是第一代的 這是迷你倉 另外還有一張 這個是真片 我們找到街坊 所以我在那裏就把片給他看 這是當時的一個很標準的 你看到有米缸 有米缸 剛才我們看前面那張H型的圖 我們發現 叫做怎樣呢 我們有入有出的 我們出就有 入是怎樣呢 開飯怎麼搞呢 開飯是很正的 大家知道回到前面那張片看 我們所有這些 這些住戶都有開放式廚房設計 就是在這裏 沿著這個位置 全部都是Open Kitchen Open Kitchen 有好處呢 就是當時香港 搞了一個民族大肉磨的政策 總之無論你從哪裏來 總之我都把你弄進去 於是有粵菜 有潮州菜 串菜 就是什麽都 你很容易知道那晚有什麽吃 接著你按照自己的口味 你就找地方吃就可以了 那多數來講這些福利 是比較優惠一些小朋友的 即是如果你是小朋友 你走運整條村 你一班大菜是吃光 沒有人的 很開心 當然你父母都要做一個提供者這樣做 那這個就是當時的情況 好 回去看看下面 這樣呢 因為第一代成功 哇 炸炸臨 你看整個地方就起了出來 這個都很正常 這個我想都是地球上面 即是有些衛星影下來 是什麽來的呢 有件這樣的東西 那有點像工廠 好 解釋一下那個七層大廈 為什麽要七層呢 因為那時的例子 就是應該是九層就要有升降機 我沒有記錯 九層就要整部升降機 很貴的 口血的 還有呢 起個升降機出來 那個工程是大很多的 所以說不要搞了 不如走 說你山都走上去 對不對 這裏 哇 沒問題 就要上去 七層很小事而已 所以當時呢 都不管了 總之抽到哪裏去哪裏 七樓七樓 幾正 還有還有一件事 現在呢 現在應該 我們這一幅圖裏面 就是這些在野在這裏 那還有什麽在這裏呢 就是這些轉角位 可能有一間半間在這裏 是吧 好 好 當時那個 就是 構思這個 這種洗漳區的人 很聰明的就是 裏面的 裏面的 裏面的居民 他要 他要生活這個空間 是不是 是吧 那譬如說 喂 浪衫怎麼樣 不就在外面 這裏浪衫的 那 冬天還正 曬皮的 那我把相機拔出來 就是整條村子曬皮的 這樣 於是所有的走廊 特別是那些 老番老喜歡的 曬太陽那些位置 唐人就不太正 你西斜 就全部拿東西出去遮曬 很精彩 那地下這裏 就是公共空間 這個就是社區中心 裏面什麼都有的 注意一下 也注意一下當時的服飾 這個是比較正常的 睡衣是一個時裝 必須要有的睡衣 因為下街都是穿著的 這個又是另外正常看到 我們看到上面有一間天堂學校 我們當時的小朋友就有這個娛樂的地方 這個很有教育意義的 因為我們當時的那個世界觀 就是從這個地球那裡開始 我們知道地球是軟的就是從這裡開始 這當然是 你明白什麼physics的道理就在這裏 拼得幾轉你就很明白physics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後期發生的情況 好 這一般的生活裡面有些店 所以如果當日在洗澡區 或者早期的廉租裡面 發了個鋪位 今天一定會發個豬頭的 這就是做生意情況 這個就是一個很標準的士多達破譜 裡面有些木造的米桶 這個很精彩的就是 就是裝汽水的那個機 汽水機這樣燙的 你這樣按那個 摸摸那個 氣水瓶蓋 看看有不夠冷 你才拔出來 這一樣東西就是三寶之一 就是衣車加加油的 但是你看到這個已經是進化了 加了一個電 加了摩帶 這個很明顯就已經 遠離了 脫離了這個家庭式工業 向這個山寨那裡進化 大排檔 這個是解決 兩餐不在家裡吃的就是大排檔 這個就是天堡校 我很懷疑當時 那時候讀占項學校的朋友 應該這些白內障都幾早發生的 因為 就是這樣對著 曬著那樣 那本譜 在上面做事 好像沒有人 so far沒有人去claim這個政府 搞到自己白內障 這個就是精彩的其中一張圖 詩詩山精神原來是光吹吹的 記住一樣東西 詩詩山一下就是這樣 那這些東西 你可以想像沒有這堆東西之前 這堆所在的地方都是這樣 然後燒了石劍尾 燒石劍尾帶來的影響相當大的 因為原來燒了自家屋 就可以滿一間有遮蓋 有燈有電還有水喉的屋 好呀 於是就在石劍尾之後 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總統園書館 找一些報紙看一下 就是統計一下石劍尾大火之後 然後就跟著有些什麼 尿屋區大火的 然後之後死了幾多人 跟著那些人去哪裏 然後發現呢 是排隊這樣燒的 就是那一陣子都是黑仔不斷燒 另外呢 不過呢 幸好就是 燒其實都燒不死人的 很厲害 你看到連出八張燃屋區 一燒 全部都掉在井園 撿了棉胎 進去走 排隊去外面 外面有人登記 張三你四 行行行行 很快就在那裏住了 搞定 這就是當時的圖案 發展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我們應該會說連出屋 於是這個燃屋區就這樣燒 燒到呢 就住在那些板間房 即是早期的劏房 那些街坊人 搞錯呀 我們要給這麼貴租這些劏房 又不能上樓 不是啦 不如我們不要租這個 我們去住這條屋了 於是當時有一個 就是有種地產服務的 地產代理服務就是安排那些劏房的居民 就不如轉去那裏住啦 還有保證 你放心在那裏住了三個月就上樓了 三個月之後怎麼上樓 很大肚響通知你的 吹雞 你就拿著那幾件東西出去登記就行了 出去登記之後 這裏就燒了 我們沒有統計過 應該有某些區是幾環保的 今天長春社主持也要講環保 循環再用的機會都不少 燒完之後出了一批 有些有關方面又再執一執它 又再轉移一些劏房的戶來住 然後又再登記又一轉這樣 如是者呢 有些可以做幾轉呢 才是完全撤來這個寮屋的行列 好了 同時呢 這個一方面 從住戶方面去看是這樣的 從另一方面 政府說可以啊 可以啊 這個是財路來的 喂 你這班人仔這樣打平這樣 個個獨立屋這樣走去山邊那裏搞 你看這些 這些全部都獨立屋來的 以現在的市值計呢 間間2億計的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那地積比率呢 大概是 可能是0點多的 就是這些是高貴的地區來的 那搞錯啊 那怎麽搞的呢 你將它全部夾一堆動起來就可以了 那動起來之後呢 其實石器命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就是我原來這樣把它夾一堆動起來 那塊地就是我了 政府的時候最需要地 好了 於是呢 就在兩邊的 就是大家互相配合底下呢 就會出現了這些場面 最初呢 就是所謂七層大廈啦 這個第一代的 整整整後來呢 這個都不夠用的 喂 不如整高些 這個呢 這個呢 我們現在看來似是所謂 我們犯稱為公共房屋啦 或者叫後來叫連租啦 但是其實是 就是中間有一個幾長時間 是洗智事務 和這個房屋委員 建設委員會是搭著來做的 就是說有兩類型的 正不過有兩隻手在做事 但是中間那些 那些建出來的房屋的類型是很像的 這個呢 這個精彩就是前面的 就是翠平村啦 就是俗稱叫雞寮啦 這樣 這個和石劍尾是差不多同一代的設計來的了 那後面這個精彩 這個叫藍田洗字區 那樣子還是洗字區的 那就是第四型的洗字大廈 已經是有電梯啦 那樣子等等 那裏面呢 那裏面呢 有獨立的廁所等等 這個藍田洗字區 這個藍田洗字區 後來變成藍田村啦 很厲害的 你看到這藍田村啦 特別是藍田村這三隻字 很厲害的 有個街坊 有個街坊呢 後來幫他寫了這三隻字 那個街坊叫做立德華 好 好啦 剛才說了石劍尾 石劍尾呢 就是衝著那些寮屋來搞的一個計劃 那後來呢 就要解決另一堆人 就是收入比較高的 於是就要解決他們住在劏房等等的問題的時候 政府就讀了另一條橋 就做了一個叫做北宇建設委員會 由市政局去遭都 都很快是石劍美之後很快成立的 就要另外一個社會階層的人都要照顧一下 這個就很精彩 因為它一開封就做了一個 很棒的北角村 這個真是富貴到不得了的村 我小時候我就住在這個村的後面 就經常在這個村裡玩 因為它最多空間 這個北角村可以說是香港第一個連租屋邨 所以連租其實就相對於你租北角上面那些 這些地方就和石劍美有些不同 石劍美就是照顧一些最基層的市民 就是那個入市那個上下 這個入市那個下下 你收入不少過這個你才來申請 如果不然我們不受理玩的 因為怕他們加不起租 這裏建了之後 這裏建了之後 這裏是香港第一個 就是香港島 接著在西環建了一個比較小的西環村 接著就去對面海 對面海就很厲害 就建了第一個就是蘇屋邨 蘇屋邨是三角形的地方 那到今天我們都值得 我覺得很值得懷念的這些屋邨 因為北角村拆了 蘇屋邨就拆了 這兩個屋邨其實當時都是出自明家首筆的 就是Eric Cumming 金鳴這個當時非常著名的建築師 是去負責的 當然不是什麽都做了 他後來蘇屋邨判了幾間行家一起做的 所以那個年代的這些年租屋 就和蘇屋區不同了 蘇屋區很明顯就是蘇屋邨務處自己 這傢伙在那裏畫的 我相信是engineer操刀 他照顧了結構的東西搞定 但這個就不是的 你看到它有露台的 或者給裡面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設計圖 裡面它設計的時候 製作了一個裏面的示意圖 這個就是那個騎樓 連續有騎樓的 真的 還有一個睡房 一個廚房 一個浴室 一個洗手間 還有dying and living 兩個睡房 多厲害 是吧 你也想不到是這樣的 好了 再想不到的就是給蘇屋邨大家看一下 我第一次見到蘇屋邨 請問有沒有街坊是蘇屋邨的 這裡 沒有 因為我對蘇屋邨的感情 我在那裏做過一本書 我第一次見蘇屋邨 是在港台很久以前的一條片 他就拍了這些叫做掉臂騎樓 我看豪宅 我現在拍 在蘇屋邨 接著又看到掉臂騎樓再拍出去 他蘇屋邨的設計 你看看大家享受那些騎樓 是這樣的樣子 精彩得不得了 所以 對不起對不起我漏了一條片 之前去那條片 他的設計就是 他有一字形的 有歪形的 有高有體的 他做到就是大家看出去 都不會那麼容易看到對面的騎樓 或者對面的後欄 大家的空間是很闊的 當時蘇屋邨還是做了一個紀錄 就是一池邨還有五萬人在那裏 當時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邨來的 現在拆了重建 這裏一路開始 後來彩虹邨愛民邨都是跟這個方向發展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精彩的屋邨 現在仍然存在著 大家可以去現場 現場的紀錄就是華富邨 華富邨為什麼這麼厲害 華富邨其實可以說是正式校園房屋處 這個方向發展 不如建設委員會就改造 是政府自己找建築師請回來去做的 之前都是Herry Cummings找一些行家做的 這一代是誰做的呢 就是聶本懷 所以當時請了聶本懷回來 就去負責做這件事 好了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再看華富邨的設計 裏面有各種 這個是一字形 這個是雙子塔 這個很精彩 如果你在底下拍照上去 有天井位 還有在上面拍下來 那些叫做走廊位 是這樣坑著樓的 裏面當然是風水問題 就很富貴 因為以前這裏是墳場 所有墳場之上面建的樓都很富貴 你發覺 包括這個對面海的愛民邨 裏面的情況 又是四孔櫃 是吧 正到不得了 這個是當時防衛會的一個示範單位 用來做宣傳的 沒錯 對面就看到 剛才周家健說的那些 那些container 就在那裡走進去 這個是靚位來的 無敵的 非常之精彩 這個華奧村 好了 接著做的就是 很多方面有 不同的地域 簡單一講 就是時間關係 我想講的就是 由那時候開始 政府確定用公共房屋去提供居住空間給市民 是很正路的一個做法 那幾個方面 第一就是我剛才講的 它可以重整整個都市發展的那個批劃的秩序 將那些非法的寮屋全部是改變成為一個寫次宮或者年珠 另外一樣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譬如說這個觀塘 觀塘就是最先發展的一個大型的新的區 雖然它不是後來沒有新市鎮的範圍 但實際上它是帶有新市鎮的一個 一種意味的一個新發展區 因為觀塘在未發展之前是沒有東西的 最初怎麼發展呢 就是工業 先填了一個海 建條路 就是在觀塘道 將觀塘道南面那個填海區 就玩了出來給工業用 你看到香港最早期 就是戰後的早期的 無論是紡織票染 制衣 玩具 電子 什麼什麼什麼 它未在觀塘下過腳 都是很打有限的了 那觀塘道爾北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蓋房子 就是這些 就是由花園 花園大廈開始 一直蓋到上去 剛才說的那些雞寮 鹹田 它是嚴重的叫鹹田 等等 那全部 為什麼蓋房子 都蓋了這些位置呢 因為觀塘道爾南需要大量工人 老闆 當時香港的工業家其實都幾難做的 因為那個地方就不大 所以你看到你在內地或者在國外 你發現那些工廠都是扁鐵鐵的 扁鐵鐵兩層一層兩層但是面積很大的 但是香港這些工廠就是一棟大廈 一棟不棟 最初由五六層高到後來十幾層這樣 二十層三層都有 變成他們有的空間都拿來生產 於是就沒有地方給那些工人住的 政府就給大家一條好竅 不如合作吧 你就去生產 我就幫你照顧那些工人 於是就在隔壁就建公屋 第一代在工廠區附近的公屋街坊都會知道一件事就是 你只要拿著一個你在工廠上班的證明 你走去登記你就優先上樓 是這樣的 特別在觀塘我們看到第一代大型的工業區發生 去花園大廈最早期的收入來的 全部都是在觀塘上班的人 因為那裡你不在那裡住 你無法上班的 所以就是這樣做了 結果這個做法走得通的時候 然後政府就開始把這個模式給到那裡 進去荃灣 所以荃灣的新發展地域又是這樣 先在填海填一個大型的地皮出來做工廠 今天在荃灣西站一路去到地址站前面那一大餅都是這樣的 然後在他旁邊在他南邊就做了第一條叫做福羅村 又是巨型的屋村 又是怎樣呢 是幫工廠老闆照顧工廠的联工 你就在那裡住在那裡打工 但是荃灣又搞定了之後呢 趕快就再做呢 就將整個計劃呢 推了去沙田和全盤 那沙田呢 就比較上是多元化一點 就是它的工業區呢 就躲在火炭了 後來才有整盤 就是這個火炭 所以變了它那個 那個意味都不是那麼明顯 但是全盤就很清楚了 全盤呢 西邊就是工業區 工業區隔離就是這些公屋 似乎集中了公共和包圍工業區這樣的情況 過了河就是一個市中心 政府 當時可以說如果你說公共和合計劃 是香港戰後一個很重大的社會發展的一個計劃的話呢 它和整個香港的工業生產是息息相關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屯門 當時呢 政府規劃屯門的時候呢 它是不打算那些屯門人出來的 所以我今天出來算是奇蹟來的 就是以前呢 英雄被軍修機關 不知話上中環 當年 講個小故事呢 就是當年我們領南要搬去全盤的時候呢 我進去做活的時候 很多朋友就抓著說 喂 別去屯門啦 啊 為什麼呢 有聲波的啊 啊 說什麼事呢 有聲波 第二句就是塞車啊 第二句就是中了 政府的確不是很覺得屯門的居民呢 是應該經常出來的 所以最初呢 就不斷起一條屯門公路給他探 屯門公路隻到不得了的 最早就記得是五線行車的 兩邊合起來 那邊三線那邊兩線 整整變了這邊兩線那邊三線 你開車是對頭的車來的 你會閃開的 那當然現在最近上升了就好很多了 那一個做法就是公共鋪黏著工業區 於是就大量去複製這個東西 那直至到 不如講快點吧 可能有K&A 那我講講後面這個 這個直至到呢就是這裏了 十年紀錄計劃 十年紀錄計劃可以說是80年代 70年代最重要的一個社會發展的策略 最重要的是這個 因為它是麥李浩來到之後 推動的一個建築計劃的 你想一下有多少人需要照顧呢 所以當時就是由戰後開始 是由73年至到82年呢 政府的規劃是要為180萬人提供這個 就是這樣的居所 就是公共鋪 但是在1973 挑轉頭 20年 1953 1953至1973 我們已經照顧了多少 是很多的了 那你將這個很多 再加上那些180萬 你想一下這條數是怎樣計的 所以當時幾乎呢 一半人呢 政府是想包紮到這個牌子裡面的 好了 所有 除了清理寮屋之後呢 就集中在沙田 上去新市鎮那裏去搞 那兩大方面呢 一方面呢 就是去重新utilize用地 第二就是將 城市的劑被人口呢 就是疏散去新界 那兩個大方向 那剛才我們講講支援工業區 那但是另一個呢 當時需要做到的事情就是什麼呢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就是 喂 政府在暴動之後呢 做了很多事情 要派錢 是不是 成立這個社會 就是大規模的社會福利 教育 醫療 包括曾經講過 伊利沙白醫院 醫療 之後 很多大型的醫院建了 還有什麼住屋 那那些錢怎麼來呢 賣地嘛 是吧 大家記得高地價政策 是在那個時候慢慢推出來的 那些地怎麼來呢 就這樣來 撐走些人 不買地 繼續 不用你了 那除了這件事呢 有趣的事 是 很有趣的就是 那 一百十年 在一百八十萬人口的公共房屋 這件事是大到不得了的 你今天試試這樣做 肯定是十年都講不完 一定是拉布拉到七彩的 那裡牽涉的錢有多少 你當然有數 就知道 但是為什麼 在七三年的時候 政府 勃一聲 麻煩 就做呢 其中一個 解釋就是 麥理浩 他自己帶來的這件事 我又講問過 當時他的手下 那些當時的AO 這些 有沒有見過這些文件 沒有見過 是由上而下的 即是在一百八十萬人口 那屋是由上而下的一個指示來的 那時候去做 就不是下面談過 我們講過 之前 曾經起碼兩轉 有個debate 要不要改善華人的住屋 都是由下而上 談談談談 去到立法會再談 然後才去到港督布囊行政局 不是的 一開波就 港督布囊行政局做了 去落實 那時候起樓 大家如果有印象 就是周圍都在起樓 好了 那要來做什麼呢 原來 你看到這個年期 知道1982年 其實已經開始了中英談報 麥理浩 當然後來我們知道 他來的任務之一 就是要去啟動這個中英九七問題的談報 當時整個過程就是 中方就是叫做守佛魯爛利 這件事我們反正都不形象的 你就無謂搞了 但是港方就不行 因為香港的土地 是需要跟英國的普通法等等去處理 特別是新界那些地的租約 根本已經去到70年代 是簽不下手的 因為你沒有理由自己簽一個 你將會違約的一個租約給成租人的 所以他要解決就是正式和中國談這件事 那些地怎麼搞 怎樣處理 1997年之後 所以1979年他自己秘密訪經 通過剛才周家健比較少講的油麻地小倫 通過油麻地小倫的老闆就安排他 就去遊船河而已 一游就游了上去北京這樣 開了這個急口 但是這件事就很慣的地方就是 你見光是死的 誰說是誰死的 一天不說一天就沒事 一說就是一說就行了 我們從來都不承認這三條條約的 收回吧 就是這樣 所以英國人都打算 有個一手準備就是會收回的 或者會很棘手的 那怎麼做呢 盡量就在談判之前 有多少好東西就給多少好東西給香港人 於是建屋是其中一個 因為這個建屋計劃完全不符合 就是由開埠去到七十年代 香港政府做這個公共建設的那種作風 就是一向都是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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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講出一個很簡單的辦法就是逼到爆 你散裝船 其實貨幣這個東西集裝商在地球出現了很久 香港才建了貨運碼頭 建了貨運碼頭之前怎麼做呢 由散裝貨輪就停在海中心裡 或者靠近碼頭那裡 靠碼頭就調它下來 那海中心怎麼呢 慢慢等選 等選是香港戰後一個偉大發明 到今天呢香港仍然可以說是全球的航運界之中的奇葩 就是我們發明了和充分利用等選去做這件事 那些叫做中流作業 就調了一些container到等選那裡 都是這樣做的 一號賺爆二號 二號賺爆三號 那是這個賺爆方式去做的 但是人口就不是 那些人說要建立多 所以這個是很違反當時一貫的政策 那這個就是後來因為這樣而發生的沙田 這張照片已經看過了 和一個湯有兩個照片出來的沙田 沙田和傳聞呢 我經常解釋為何選這兩個漂亮的地方呢 就是因為兩個地方本來都是海來的 就是一個海灣 那田了海就全部變了官地了 就不用和鄉里放到阿喜都出了收他們的地了 那就是居屋啦 七六六年居屋是另一個里程碑 就出了私人參見計劃等等 就是第一代買了這些公屋那些 當然就發到豬頭了 是不是 不用說了 那這個就是沙田碎和園 就是豪宅里了 就是當天選這個地方建居屋 當天曾經考慮過去屋 去這裏排居屋而沒有去的 就是很丟 是不是 哇 正到呢 因為後面那些呢 起碼都是二三萬元呎的 就是不用說的 但是都被它遮了 但是它現在都被前面火車站遮了多少 那麥理浩去巡視華淡村 這個就是駱華村 就是有齊所有形狀的公屋的一個屋苑來的 是八十年代初至終落成的 就是這樣 這個屯門 說回我們蝴蝶村 這個蝴蝶村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看到這個一級級的這個設計 特地級級的 就是它是順著那個山勢這樣 它起到那個山最高就高一點的順浪 那就是說呢 當時都有一些心思想過 不是隨便宜的東西給你住的 那當然 今天住在蝴蝶村的街坊呢 就是我都認不少 那他們的環境相當不錯 好像沒有了 還有長遠 長策 我們現在經常講這個長遠房屋策略 它講了幾十年了 不是陳茂波和張炳良兩個講的 是不停地講的 不停地搞 火是不停地是我們的問題來的 那重建吧 就是公屋 其實講到剛才石結尾 根本那時候沒有想過這座東西要頂多久的 頂住先吧 誰不知一頂一頂了半個世紀 都算是奇蹟來的 所以就發現呢 有些位置就好像華富邨那樣 是撐住來頂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去到五十年六十年代 特別是前半期呢 就東江水未到的時候 那時候呢 捕住是要找鹹水來撈石頭 撈紅和泥建屋的 因為沒有水根本 唯有捕住 就是不是說 不可以只想想 那些無良的建築商去做的事情 其實是捕住要這樣做 於是在鹹水樓建完之後呢 那個壽命是短很多 所以後來都是不停地重建的 那現在大家去看看最新的 就是樂成的歌 是靚到隔壁住屍樓那些 真是領帶頭的 剛剛我最近 剛剛剛剛 今天早上出來 在洪水橋 考察過最新的叫洪福邨 真是洪福齊天就住在那裏 靚到呢 外形又漂亮 那些料又是正 因為呢 防委會的 建屋那個規格呢 就是有Building Department 在那裏跟它捕住它呢 是捕了更緊 就是先人發展商 就是更精彩 所以上樓 這簡直是 真的要還神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看回 前代的光和近代重建之後的情況 好 就是這樣了